各位观众大家好 小松说历史上 今天来到了5月19号 519 这是一个全中国球迷 勇气在心的耻辱日 在我就是1946年的这一天 四平战役结束 2001年这一天 喜剧大师梁左逝世 在进行里面 攻击打电 坎球 先让独球电影 攻击了一个球 全场比赛结束的鼻声响了 中国足球队又一次输去了出现的机会 结果香港足球队以2比1 胜了中国足球队 到今天为止 所有的球迷 只要是真正的足球迷 都会记得这一天 因为这一天 整个中国足球本来是昂扬向上的 本来是随着改革开放的 各方面中国起飞要起飞的 大家都怀有极为 根本就没觉得他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那一年简直太好了 抽了签也好 当时内支足球队集中了荣志航 当时有谷广明 这些人现在的名字 如果被熟悉的话 都当教练了 当时贾秀泉 李华军 刘海光等等 一系列 当时配得非常齐 当时我还记得特别精神 叫南北球员 正好配合起来 那一届是最强大的一届 当时才抽到好一届 我们在主场北京攻体 只要打平香港队 就可以出现进入世界杯 你想像中国是说 我现在想起来 就是浑身颤抖 什么时候中国有这么好的签 打平香港队 就可以出现世界杯 在全国人民士气高昂 整个工体 坐满了人的情况下 山呼海啸的情况下 中国队打平就可以出现的情况下 中国队居然以1比2输给了香港队 你能相信吗 今天的球迷们 今天哪怕 咱们这么弱的中国队了 已经 咱踢他香港队7个8个 结果居然是这样 而且那天我记得特清楚 北京市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所有人都在看电视 只有一个人 就是我 我是因为现在同学家 大家准备一起看 然后看着看 刀被香港队进一球 14号张立德一条上门 守门员路在人 没有护照那些 现在场上的比赛是多比人 香港投球队领先 大家都傻了 我当时就惊了 我说不行不行 我要赶回家去 我说这个时候我要赶回家去 陪家里人一起看 从白石条开始 骑车回清华 拼命棋 拼命棋 一个人都没有了 白衣路 我骑到半路 突然间全程爆发出 欢呼 18分钟后 中国队队员李飞 在门前抓住一次捕射的机会 将比分扳平 我说太好 太好 追平了 追平了就能出现了 拼命棋 拼命棋 然后到了家 刚一个进家门 又被香港队进一个 后来我说 就是因为我 只要我不看 我如果不进门 当时不看 就赢了 或者平了 那天简直惨痛到极点 我记得特别清楚 北京市民出来游行 然后大家把条子都点起来 然后在那 非常愤怒的游行 抗议 在工体周围开始砸车 然后就不走 围住工体不走 不让国家队走 当时的国家队主教练 叫曾雪林 当然他是南派足球的教练 广东香港这一带的 然后曾林一夜白头 这个压力谁也承受不了 然后就复加赛 复加赛的时候 如果沙特输给新西兰六个 那我们就也出现了 一比二输给香港也出现了 如果他输给新西兰四个 那就新西兰出现了 我们也不用复加赛了 沙特这个国家非常狡猾 当年他就输给新西兰五个 大家看着都晕了 然后从当里头进一个球 从这穿当进大门 然后林一比五 沙特说 好 你们自己去复加赛吧 我也没偏袒 新西兰也没偏袒中国 那最后正好输五个球 那于是晉胜球 各方面一样 我们又去跟新西兰去复加赛 复加赛的时候 其实我们士气已经崩了盘 教练已经都白了头 大家士气崩了盘 最后输给了新西兰队 最后没能出庭 所以惨痛的519 这个全体中国球迷勇在心 接下来才是见证 奇迹的时刻 惊吓12位巨星将要走进这里 挑战脉动梦立方 回复状态 做自己的事 每周三四晚十点 就在东方卫视 脉动梦立方 由脉动冠名播出 回复状态 脉动回来 纪念喜剧大师梁佐 梁佐先生我认为 完全可以担得起喜剧大师的称号 什么叫喜剧大师 你写的一个项声 全中国人民都欢呼 全中国人民都能说 全中国人民都记得 比如叫如此照相 年轻人没听 我可以搜出来 江坤说的如此照相 我自了很多文革神奇的现象 笑到大家肚子都头 意思了没有 意思也看出来了 那我头问了你 你问吧 你看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拿起来的 拿起刀枪 打倒黑帮 文攻武卫 奔向前方 高瞻原主 不是 放眼全球 不对 眼望世界 不对 你看什么 我看那包子 再就是他著名的中国第一次创新性的东西 叫《情景起聚》 这个东西在中国以前一直都没有 那就是由两所编剧 英达导演的中国第一个情景喜剧 叫《我爱我家》 当时风靡全国 到今天再重播 依然还有收视力 嗨 老婆 你就跟在自己家一样 啊 不是客气 您家有算吗 有 在出房吧 她没向你提什么要求吧 没有 她说她过得很好 也就是 三天没吃东西 八个月没洗澡 你比的上回在屋里睡觉 不知道是哪年的事 我这看着咱家是免费饭店了 咱们这儿充其量要穷帮穷 用车身遭受了几页吃饱为止 实在是不能再吃了 没了 啊 哎 老百多才叫我 在文艺最百华其方1980年代 她的乡舍 她的喜剧影响了千百万的人民 所以这样的影响力 她就堪称叫喜剧大师 我记得她去世的时候 整个我以前去纪念梁佐 大家都觉得 这个是中国整个喜剧的重大损失 也确实 从2001年之后 梁佐之后 原创性的相声 就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优秀的作品 直到郭德纲出现啊 郭德纲把传统相声 以及自己的原创相声 才有相声有点生气 在中间很长的时间 与梁佐先生去世 那我们没有了好听的相声 很少再有像我爱我家那样精彩的 人物那样鲜明 台词那样漂亮的喜剧 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所以今天来 纪念梁佐先生 我寂静聆听中国的梦想 我来寻找 属于世界的声音 我培养一心 塑造偶像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偶像 下一个是你吧 这就是 中国梦之声 5月19日盛大开播 长安福特异护 中国梦之声 我就是偶像 中国梦之声 我真的只能靠自己在敌后的根据地慢慢发展 缴获伪军的武器 缴获日军的武器 我就从数量上到质量上到武器上各方面 但总体来说是当时还不如国民党军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前提下 第二个原因是 当时东北刚解放的时候 东北是由苏联红军解放的 所以苏联就说 那你们管你派的人来 因为我们按照协议 我们打完了以后 我们要撤军回国打 我们就都呆一阵子就要回国了 然后就跟我党说 你们快派部队来 当时离东北最近的是热河军 非常不成熟的向中央发电说 请主力部队来东北的时候 可以徒手来 所以我们就把最精锐的 一些部队就是十万人的部队向东北去调 所以在第一次四平战役的时候 西四三师 当然也加上山东的八路军一师二师 是主力部队 然后其他的全都是地方部队 以及当时收编的 临时收编的伪军 中央也绝对了四平决战 而且提出口号就是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马德里是西班内战期间 共和政府社会主义者最坚守的 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也是浴血奋战 然后最后就靠着八路军和七四军的最主力的部队 最后撤出了四平 撤出了四平以后 整个东北的领导人 包括中央军委 吸取了四平决战的教训 从那之后就不再跟国民党军进行这种面对面的决战 我们就采取一种方式叫让开大陆 战两厢就到农村去发展根据地 最后发展了北满南满根据地 最后慢慢顶牛式的拖拖拖 最终才把国民党军以蚕食的方式 今天消灭一个团 明天消灭一个狮 到最后才达至了最后的大决战 所以四平战役应该是我军在整个战法战中间最大的一次失利 但是也是唯一的一次大失利 从四平之后 在东北的我军就再也没打过一次大的白仗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明天再见